今天心情不好 下午录节目的时候 你第一次没有解释原因 就更换了节目流程 来录制了几次节目 这一点还是能看出来的 作为顾问 我想我有资格了解一下制作人的情绪问题 你的责备自己 愿意听我说一下吗 今天我并不懂应试权的事情 但是我想 我对你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所谓笨蛋 通常是智力 智商不高的人 但是从普世一意义来说 笨蛋是那些明知道努力会成功 却不付出任何努力的人 你不是笨蛋 其他人 花更多时间成功而已 而且你成功了 不是吗 能跟我说说 小王子是什么样的故事吗 这是你最爱的书吧 我想了解一下 这么听来 小王子最后是获得了自我和成长吧 所以你也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节目吧 你爸爸想看到的 也是你认为最棒的节目 不是吗 你要相信你自己 或者相信我的眼光 从我们合作的第一期发现奇迹开始 你的每一点进步 我都看到了 无论是真人秀还是策划案 你都在为之努力 失败是必须承受的 也许 遇到点麻烦 才会比较有意思吧 不客气 我都在认为最后是 你肯定是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